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不妨推荐几种适合送给妈妈的理财方式 让母亲的幸福感和收益一起上福 教妈妈们理财时 首先要注意一些误区 不少女性在家庭投资理财时喜欢随大流 经常跟随亲朋好友进行相似的投资理财项目 比如听到某亲戚购买了某股票收益非常高 便不顾自己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而盲目跟风购买 最终造成家庭资产流失 所以教妈妈们理财时 首先要多学习理财知识 根据不同阶段需求做出适度调整 首先要了解一个家庭资产的情况 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来选择合适的投资理财产品 其次要了解妈妈们的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主要分为进取型 平衡型 保守型 而妈妈们大多数都属于比较保守 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且倾向于保本无风险的产品 还需要了解理财产品的要素 具体包括产品的风险 投资期限 收益 然后结合每位妈妈们的家庭资产情况 风险偏好 进行资产配置 建议年纪偏大的妈妈们以储蓄 大额存单为主 在适当配置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以保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获得资产的保值增值 最后要提醒妈妈们的就是要做好资金的流动性 老年人因生病住院等急需要用钱的概率相对较高 所以要适当考虑知取的方便性和灵活性 不同年龄阶段的妈妈选择的理财方式也要有所不同 对于已经成家 初为人母的妈妈们来说 事业进入稳定期 财务状况稳步上升 她们首先应该制定一个收支预算 留存紧急备用金 还要留存孩子的教育金 最后也要做好资产配置 25到40岁的妈妈们属于家庭的发展期 这一阶段多数人已经结婚 生子 房贷 子女教育压力比较大 但同时收入也会增长 这时可适当的购买一些基金黄金理财产品 但高风险的投资比例应该有所降低 并且通过基金定投 购买风红险等长期投资方式进行子女的教育储备金 同时 这一阶段应加大保险的投入 购买重疾险 养老险等版产品 40到55岁属于家庭的成熟期 很多家庭在此期间会结亲房贷 车贷 子女也已经长大 这一阶段 股票 基金等风险资产比例应进一步缩小 可通过购买低风险的理财产品黄金来进行抵御通胀 对于部分中年女性来说 稳中求进行投资组合是最佳选择 这种投资方式的特点是市场风险适中 收益率较高 若投资正确能使家庭财富迅速增值 具体的投资组合可包括储蓄 债券 保险 基金 贵金属等 55岁以后的妈妈们进入投资的回报期 也是安详晚年阶段 这一时期抵御风险能力明显减弱 主要可选择一些稳健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国债 尽量地回避高风险投资 值得提醒的是 一般老年母亲对于新事物的判断不及年轻人 建议她们做投资理财时选择正规的渠道 如银行 保险公司 可以时常到银行了解理财行情 跟自己的客户经理多交流 在不断的积累和交流中 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渠道和理财产品 老人们用于投资的资金一般都是他们的养老钱 而鉴于这笔资金的特殊性 投资时求稳最重要 最好不要影响到本金安全 对于老年人理财而言 流动性一方在第一位 其次是风险性 最后才是收益性 不要期待赚多少钱 投资稳定的固定收益产品 跑过通货膨胀才是关键 老人理财应该以稳健型理财为主 收益固定 风险小 并且可以随时赎回的产品 这样既能保证收益安全放心 而且知取灵活 家里需要急用钱的时候可以随时知取 要遵循安全性原则 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资收入 仅有养老金收入 一般来说 老年人的风险防范能力比较弱 所以老年人理财首先要考虑的原则就是安全 理财中有一条永远不变的规律 就是收益与风险成正比 收益越高 风险必定越大 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之前 要考虑高收益的最后是否强逆着自己无法承担的高风险 第二 要遵循流动性原则 老年人投资理财要遵循流动性原则 进入老年生活后 首先要考虑自身的保障问题 步入老年后 资金再收能力减弱 同时老年人也步入了疾病的高发期 总有急用钱的时候 要留足应急资金 不要把钱一次性全部购买某种理财产品 学会理财产品期限长短搭配 保持资金的流动性 我认为老年人可尽量选择一些固定期限 固定收益的低风险产品 比如定期存款 国债 或者收益明确的银行理财产品 我推荐新业银行大额存单 三年4.18 保本保息 更有每月复息 提前支取 可靠档计息 方便灵活 这些都可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哦 与此同时 现在互联网理财方式也特别多 老人们上当受骗的情况 也是屡见不鲜 所以作为子女 要培养他们的安全意识 避免他们上当受骗 建议妈妈们选择适当的理财方案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 结合自身的财力 精力和投资目标 投资期限等具体情况 切不可盲目跟头 然后的话 要选择正确的投资渠道 很多老年人接触市场的信息较少 没有专业的理财技能 往往会被一些广告 非法的一些投资机构所吸引 而造成比较大的财产损失 妈妈们在投资理财时 特别要注意根据自身的家庭情况和需求 来选择投资方式 做好资产的配置 除此之外 还应该注意防范风险 子女们应该经常提醒妈妈 警方高收益理财产品的诱惑 其实投资理财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首先呢 要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风险承受能力 两方面结合做出最优的选择 任何理财产品呢 都是有风险的 区别就在于风险的高低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能盲目跟风投资 在安全稳健的技术上